字幕提供 生日庆祝过无数次 但过母亲节还是第一次 接着表示 想要来炫耀一下任妈的事迹 他表示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段时间任爸都在世界各地出差 家里就靠任妈 hold住我们两个小孩 你想要在无后援的情况下 任妈不但能兼顾工作与家庭 还能时刻让自己保持美美的 都去直呼 真的是太让人嫉妒了吧 最后他也对自己喊话 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任妈一样 当一个优雅又漂亮的全能妈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